肺癌放疗 作为治疗肺癌的重要时段之一 虽然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容忽视 一 放疗过程中 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营养物质 因此建议食用高蛋白 低脂肪 低盐的饮食 避免油腻 辛辣刺激性食物 对微肠道的刺激 此外 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富含维生素 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免疫力 同时 适当和谐清淡的周内 也有助于缓解放疗 带来的不适感 二 定期复杂血肠规 电解质 肝肾功能等指标 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骨髓抑制 电解质紊乱等问题 同时 对于进食困难的患者 可以考虑进行静脉营养支持治疗 三 出现咳嗽 凄产症症状 需要及时复杂胸部CT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同时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戒烟戒酒 对于肿瘤的治疗和育后至关重要 四 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外 还可以考虑使用增强免疫力的药物进行治疗 同时 充足的休息和避免劳累 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也不贵合免疫力的药物进行